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我接佛陀的案子嘛 所以我就去拍了这样子 因为否则你太多的理由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说的嘛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个callin 其实它叫做召唤 是是是我觉得好用这样说比较合理可以成立 可是你也是不能否认 就是因为这样子召唤你去了之后 结果也改变了你很多的你的你的心念啊 是是 或者是真的也带给你一些宗教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对对有有 我好像在潜移末化中是有改变的 对 那怎么样让你的生活也能够 刚刚讲到说你其实会做大礼拜 而且做了三次十万的大礼拜 你可以跟我们讲什么叫大礼拜 OK 我在那个印度菩提加业就佛陀成佛地方 做过三次十万大礼拜 大礼拜呢 就是有忏悔的意识 他就夫妇佛地马好的礼拜 的礼佛仪式 然后有忏悔的意识 然后一般藏人啊 后来他们都相信说 在菩提加亚做十万大礼拜的话 福报很大 功德很大 然后会有很强的愿力 一般是这样的说法 那我 你也相信吗 不然你该把它去做 对不对 我也相信 但是我 我觉得我对就是纯粹做大礼拜这件事情 我有点迷恋 为什么呢 很辛苦 因为他算辛苦 但是他是一种身体跟心灵的结合 的训练 他有一种专注的训练 那我觉得 这个跟拍照的道理是一样的 拍片 因为你知道我们拍片的 然后拍照你必须非常的专注 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 他必须合一的 就是心灵合一好像一把尖是吗 就说有一种专注嘛 那你才有办法进入 对对对对 包括你拍摄的对象跟世界 对对这个空间 这个频率嘛 那做大礼拜也是嘛 他就是一种身心 身心灵的锻炼 那种专注的锻炼 我觉得他们某方面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相通的道理 我自己发现了 而且我发现后来我做大礼拜以后 我觉得对我的胜宜是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那种专注 还有那种体力 那种毅力的训练 绝对是毅力跟体力 因为这个膝盖哦 我觉得是绝对会痛吧 是是是是对对对 那那你怎么你怎么 你说做了第一次十万遍之后 就两三个月膝盖都很不舒服 两三年 两三年 那你怎么样修好的 我就不管他就慢慢 因为这两三年我也没有再做十万大礼拜嘛 就反正他就慢慢好了 对但是我第二次第三次做的时候呢 后来他们是跟我说因为我第一次做大礼拜是吃素嘛 吃全素做 那后来他们阿嬷是跟我讲说 这样子他问我在台湾有吃素吗 我说我没有 他说那这样是特别辛苦 因为你在台湾没有吃素 那你说大礼拜是一个非常体力性的 的很耗费 那你又你又吃素 那你这样那个落差太大了 所以当然就是说 是不辛苦 所以后来我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做大礼拜 吃完大礼拜的时候 我就是也有吃一点肉 那这样比较均衡嘛 就比较反了膝盖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这样子 而且有可能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啦 我觉得立方这样非常的不简单 他不只是追求卓越 同时在追求一个智慧的成长 心灵的一个满足 像这个这本书啊 除了你的作品 对不起还没去看 所以我看到的是那个YouTube上面的一些剪短的片段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 他说大多时候我只是把自己放进他们的生活里 其实前面讲的这句话 影像所记录的是一种生命的往来 其实我刚刚讲到就是 作为一个记录者跟他被记录的人 以及作为一个观看者跟这个 他的作品其实都是一种往来力量 其实是会传播的 会沟通的 所以你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 真的我要再一次的请你讲一下 如果我们去看 特别是在这个新年的起始 去看的话 你觉得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 在新年你看嘛 快过年这个时候呢 正是混乱的时候 然后来看这么一个简朴的纪录片呢 你可以看见另外一种生活 看见自己 然后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对我觉得信仰 就是包括他传达这些 砖砖砖砖的这些 女泥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跟他的生活的样貌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 他们当然是有信仰的 信仰是对于生活 是给予一种支撑的力量 它不是一种迷信 更不是一个宗教 我自己啦 我讲错你可以随时提醒我 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对所以说从这种 这种影像记忆当中 我觉得立方很重要 就是你借了你的工作 也认识你自己改变你自己 是 同样作为一个观众 作为一个听众 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年 马上开始的时候 农历年啦 已经2018年开始的时候 非常赞叹你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可以重新借着 一样的这样的作品 来接触自己内心 找到真实的自我 然后有正面的力量 过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新年 祝福大家 也谢谢立方 我们下个星期天 下午四点钟空中赛会了